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油商品的增长势头 去年10至12月 中国北京 上海和天津等19家旅行社的韩国油商品 共计达195个 与同年8到9月的483个相比 大幅涉水49% 随着在韩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逐渐增多 韩国各大旅行社和通讯社展开了针对这一新客户群的营销活动 据相关业界28日消息 银行业界和通讯业界最近退出了外国人专用服务 已在这一市场中抢夺先机 另外 各大银行还在经济道安山 首尔大林站等外国人聚集的地区 运营有夜间休息日工作的网件 方便外国劳动者使用 韩国雇佣劳动部29日发表 2013年12月劳动者调查显示 以去年10月的标准 韩国劳动者人均月收入为 2月83.1万韩元 最近 韩中多个媒体 纷纷爆料李明浩和朴信慧假戏真作 戏外上演真情实恋且已经持续两个月之久 虽然媒体铺垫盖地的报导 却没有一家媒体能够导出事实根据 为了遏制传闻的发展 双方经济公司纷纷出面表示强烈否认 以上就是今天邀请主要的内容 更多资讯的还请关注我们官方网站 以及腾讯新浪微博 谢谢大家